日本四國香川縣由本島至賴戶內海 各個小島都充滿藝術氣息 有不少天然景觀和裝置藝術 所以說是藝術之縣都不為過 難怪香川縣近年成為超人氣的旅遊景點 今次的攝影遊戲會和大家分享更多人氣地方 事不宜遲,立刻出發 今次我們選擇了HK Express直航前往香川高松 出發前當然要先吃飽飽 第一站跟大家介紹日本近年非常流行的Glamping豪華露營 Glamping內的露營用品齊全 很適合身手體驗露營樂趣 帳篷內有齊碎袋、小茶几、座箭等 大個人就可以入住了 MEO新車Pick的賣點就是鄰近賴戶內海 在這裡可以飽覽一望無際的夕陽景色 場內也有BBQ爐 只需要自備食物就可以了 至於BBQ爐等用具 也可以請職員幫忙設置 第二站來到日本天空之鏡之稱的父母之斌 因為退潮時會露出一個角水淌 當水面平靜時就會出現清晰的倒影 造成天空之鏡的效果 旁邊還有打卡必食的刨壁 提提大家記得預先上網查看潮推時間 不然來到就只會看到一片海洋 提到打卡又如何少得寒霞溪 小豆島是賴戶內海第二大島 在高松港乘搭渡輪 大概一個小時就可以到達 在前往秘境寒霞溪之前 可以先到附近的四方紫展望台 站在海八七百七十米高的四方石台上 飽覽小豆島和賴戶內海的景色 終於來到寒霞溪了 這些一年四季的景色都很不一樣 其中最著名的當然是秋季的紅葉秘境 寒霞溪分別有表12景和女白景 兩個登山道路線 兩者各有不同的景色 能見到這麼漂亮的夕陽 拍得不好就太浪費了 讓我教大家一個小貼士 建議將相機內指白平衡設定為 6000K至8000K不得 以鳥色調達出日落的氣氛 想親眼見到這麼漂亮的鹹蛋黃 馬上飛來高松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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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